明昊许 传记里记载 他是以童子圣 考中静思 这是国家最高的学位 就是不满十二岁 十二岁才加官 那换句话说 他可能是十八九岁 十八九岁就考中静思 家里生活好 所以他就不做官 学府 学道 他搞这个 通宗通教 学密愿容 在家 此非三世 千流之现在 而言厚厚无量 真是常复 故永辰现在 这个现在 这个现在就是 当下即时 而不是 世贞讲经 两千年前的 那个现在 现在 阿弥陀佛 依既在讲经教训 也就在讲经教训 没有间断 我们从这里就明了了 弥陀佛 设法 没间断 世贞设法 也没间断 也没间断 世贞设法 世贞如来 有报神 世贞 撞沿途里面的 世贞如来 今现在 是法 我们这个 凡神通教徒 释迦牟尼佛 今现在 有没有说法 有说法 只是 人不愿意听 你就听不懂